是什么样的动物能够在死后仍然可以和雌性完成交配发现后代 它们的身体到底经历了什么才会完成如此神奇的操作 欢迎来到小马哥的神奇动物园 本期咱们一起看看地球上唯一一个拥有不灭能力的超能深海生物 琵琶鱼 琵琶鱼是什么经常提起的安康鱼 它们广泛的分布于各个大洋中 通常生活在500米左右漆黑无比的深海地带里 藏身于无尽的黑暗之中 这家伙特点就是长得丑 如果你第一次看到它 一定会被这家伙外表给吓到 50到120厘米的体长 打头几乎就占据了身体的一半 它的面目真凝 长出了一张又扁又宽的大嘴 里面还长满了君翅一样锋利的透明牙齿 让人不堪而立 关于琵琶鱼 它身上也会有两个特殊的能力 咱们来说说它的捕食技巧 琵琶鱼的身体很笨动 不擅长游泳 以及捕猎食物 但这些并不能反映它成为 海洋里最会捕猎食物的动物之一 琵琶鱼还有一个名字 叫做灯蚝鱼 不会别的 就因为它的双眼之间 大嘴上方 长了一根细长的肉棒 并且顶部还会散发出亮光 就像这些站挂起了灯笼 生物学家把上方几个灯笼 称之为尼尔 你也可以理解成钓鱼的诱饵 原因很简单 琵琶鱼一般生活在500米深海地带 这里也没有阳光 四度一片漆黑 而它头顶散发处的亮光 足以吸引周围的动物前来 这时候它只要张开血盆大口 就只管吃个痛快就行了 不需要动身就能品尝到美味大餐 最让人着迷的 还是它堪称不死不灭的身体 目前为止 琵琶鱼是地球上 人类发现唯一一个能在死后 还可以保障生畏的动物 这严重的违反到了自动的法则 那它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 我们都知道 生物在死亡之后 身体的各个器官也会停止运作 而琵琶鱼不一样 为了能够实现永生繁殖 它们选择了合体寄生的方式 简单的来说 是雄性鱼寄生到了雌性上 它们两个实现共存 琵琶鱼的雌雄差距很大 女同志要比男同志身体大了20倍 那两者相遇的时候 雄性鱼会咬破雌雄鱼的身体 然后把头埋进雌性鱼的鱼腮附近 或者是小腹的侧下方 这到伤口一合 它们就成为了完全体 为了反眼后代 雄性鱼可以说 完全奉献出了自己 把身体的所有精华都输送给了雌性 身体上除了精卵组织 巨蟹长大以外 其他的器官一概停止发育 直到最后所想死亡 只剩下一团搞完 随时准备着 在雌性鱼排卵的时候 让我们受精 那这样也就实现了所谓的永生繁殖 单凭这一点 人类能做得到吗 所以说 人类不要狂妄地称自己为地球的主宰 那在自然界面前 要学习的还有很多 关注小马哥 下期视频更精彩